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73年上映的英国恐怖悬疑电影《血染杀剧场》 因受到警方委托,乔治不得不前往某间废弃工厂 赶走住在场中的流浪汉 以防工厂垮塌造成伤亡事故 平时没事时,乔治会以戏剧评论员的身份 抨击那些让他看着不爽的演员 有时气急了,甚至会对演员展开人身攻击 长此以往,毒蛇剧评家变成了他的外号 流浪汉们面对乔治的温柔劝说 竟然丝毫不为所动,感觉像是故意找茬一般 无奈之下,乔治只得武力驱赶 一众流浪汉见状,纷纷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武器围堵乔治 乔治想要逃跑,但去路皆被流浪汉封死 一同上楼的警察也没有要就他的意思 毫无疑问,乔治被围殴致死的结局是注定的 临死前,乔治看清了此事件主谋的脸 万万没想到,主谋竟会是知名老戏骨爱德华 爱德华两年前因为轻声跳海,突然人间蒸发 人们都传说他已经死了 虽然凶暗现场有爱德华的海报 可警方却并未往这方面去想 受到助手的邀请,老普来到了爱德华的老巢 对于爱德华,老普还是比较欣赏的 虽然他也批评过爱德华 但他的用词明显经过了大脑 所以爱德华听得进去 只是有件事爱德华始终无法释怀 那就是老普为了讨好聚评会主席戴福林 投票时跟着戴福林的选择投 导致爱德华缺少关键一票 从而与某个重要奖项失之交臂 等老普察觉到气氛不对劲时 他已经被流浪汉控制 爱德华见状一把拿起道具长矛 将老普扎了个透心梁 作为知名人物 乔治的葬礼上汇聚了不少社会名流 这些名流刚目挨完 转头就看见老普被一匹马拖着跑 马儿跑得这么快 可老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估计是早就断气了 等众人好不容易拦下马时 老普的尸体已经被拖得血肉模糊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乔治和老普二人 生前都当过剧评家 剧评家确实遭人恨 警方因此建议他们 发表看法前稍微过一下脑子 注意一下用词 爱德华除了杀剧以外 其他剧皆不演出 戴福林觉得他限制过大 施展不开 因此对他的评价并不友好 只是没想到这些评价 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复仇他将自己隐藏于幕后 并翻修了某个废弃剧院 终日和一帮流浪汉混在一起 流浪汉们不懂艺术 但他们知道不为爱德华喝彩 就得遭到助手的殴打 时间一长 他们便被驯化成了爱德华的爪牙 以朋友的名义 爱德华送来了一个巨大的木箱 老罗夫妇没有钥匙 箱子又很难被搬动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等天亮再请人处理 深夜爱德华和助手 利用箱中的机关 偷偷从箱中爬了出来 他们一出来便使用麻醉剂 将老罗夫妇迷晕 夫妻俩反应迟钝 刚产生痛感便沉沉睡去 老罗曾经抨击过爱德华 所以他的下场也是一样 通过几个小时的手术 爱德华顺利将老罗的头颅取下 等仆人按照习惯前来送餐时 老罗早已凉透 又一名巨贫家遇害 警方不得不请大夫林帮忙 警告跟大夫林一伙的人 没事不要到处跑 但很无奈 爱德华已经先一步 派人勾搭上了迪克 迪克是个老色鬼 见美女主动邀约 他怎么可能会拒绝 只是帮忙指导戏剧演出 这也太简单了 因此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事 什么时候请美女用餐 什么时候跟美女上床 迪克在评论时说得头头是道 很清楚该如何演好一场戏 但到亲自示范时 却连基本语气都拿捏不好 爱德华因此很瞧不起他 动动嘴巴谁不会啊 眼着眼着迪克突然发现不对 这道具怎么做得如此逼真 沉浸式演出也太沉浸了吧 还没等他想明白 爱德华就拿起刀子 刺穿了他的胸膛 每次犯案 爱德华都会模仿杀剧剧情 让这些剧品家 体验到剧中角色的同款死法 只是他这种特殊杀人方式 很容易引起圈内人的注意 没过多久 戴富林就根据警方提供的案件细节 分析出了凶手的动机和身份 两年前某个重要奖项 原本该属于爱德华 结果在最后关头突然换人 爱德华因此大受打击 这绝对能成为杀人动机 在爱德华看来 这些剧品家什么都不懂 但偏偏手揽大全 能够随便决定演员未来的命运 公众早就认可了他的演技 可剧品家们却因为各种理由 给不到他客观公正的评判 甚至在他发出批判时 还把他当小丑 看待各种挖苦讽刺 当着女儿小爱和一众剧品家的面 爱德华从楼上一跃而下 从此销声匿迹 挖出狄克的心脏后 爱德华将他寄给了戴弗林 以此提醒戴弗林一伙 你们的死期将至 在警方的保护下 嗜酒如命的拉尔丁 参加了红酒品鉴大会 只是没想到 大会的主办人竟是爱德华 得知酒窖有好酒 拉尔丁立刻跟随众人前往酒窖 见时机已经成熟 爱德华便缓缓道明身份 让拉尔丁当一个明白鬼 其余参与者都是由流浪汉假扮的 有他们守着拉尔丁哪里跑得了 于是又一名剧评家 重计惨死 戴弗林为了阻止爱德华 被迫向小爱求助 但小爱怎么可能会帮助杀父仇人 警方根据办案经验 将小爱带到了橘子里 因为小爱也有作案嫌疑 爱德华之所以会跟流浪汉混在一起 那是因为他的命是流浪汉救的 流浪汉们以为爱德华跳楼前 强行拿走了奖杯由黄金打造 于是拼命争抢 结果这一抢 竟意外将溺水的爱德华救醒 戴弗林擅长起见 平时一有空就会去训练 爱德华利用这点 得到了与他单挑的机会 面对爱德华的挑战 戴弗林丝毫不认为自己会输 甚至觉得爱德华很蠢 竟敢主动挑战他的强项 结果一场决斗比拼下来 惨败的竟是戴弗林自己 见戴弗林不服气 爱德华甚至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无论何时何地 爱德华总会将剧中人物的台词挂在嘴边 或许是太热爱 又或者是为了激励自己 没想到戴弗林经常训练 对场内道具的熟悉程度 反而还比不上爱德华 第二轮比试依旧由戴弗林惨败告终 在行凶之前 爱德华忍不住再次出演指责 你们这些剧评家懂什么演戏 就算是聚起来假模假样的开会 讨论的也不过是会后去拿消遣 谁有发财的路子等等 你们这种人能当评委 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发泄完后 爱德华突然改变主意 放过了戴弗林 因为现在还没轮到戴弗林死 除了行凶的方式对应剧情 爱德华在设计圈套请君入瓮时 也会尽量贴合剧情来设 按照剧目演出表 下一幕要演奥赛罗了 瑟特的妻子身体不舒服 爱德华便毛碎自荐 谎称自己是按摩师 等到了双方约定的按摩时间 助手再用谎言欺骗瑟特 让瑟特以为自己被虑 瑟特不但是个暴脾气 疑心病也很重 听到卧室里传来妻子的身影身后 他一怒之下破门而入 当着爱德华的面将妻子闷死 虽然死的是妻子 妻子与这一系列事件无关 但瑟特要为此顿一辈子牢 也算是爱德华复仇成功 虽然外面危机四伏 但穆恩却硬要出去美容美发 警长无奈只能派手下全程保护 与之前一样 穆恩经常去的那家美发店 已经被爱德华提前占领 托尼老师换了 却并未引起穆恩的警觉 因为穆恩很相信这家店 美发需要大量时间 警察实在无聊 于是便干脆上楼看报 得知店里有新服务后 穆恩竟什么都不顾 直接大胆尝试 等他发现不对时 爱德华已经将 经过改造的烫发机启动 正在看报的警察 闻到一股虎味 赶紧下楼查看 然而此刻才看已经晚了 因为穆恩成了熟人 此案发生后 小爱接到了爱德华打来的电话 因此得知爱德华尚在人间 在电话里 爱德华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且还想约小爱见面 小爱把自己的遭遇第一时间告知给了代夫林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代夫林能帮忙说情 让法官减少爱德华的刑期 警方在保护巨评家梅瑞时 突然看到了爱德华 没想到爱德华竟如此大意 虽然他们在抓捕时 丑态百出 但凭借着人多 成功收网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没想到 民面上的爱德华 其实是某个流浪汉 戴着人皮面具假扮的 真正的爱德华 早已混入梅瑞家中 除了代夫林外 当年救赎梅瑞骂的最凶 虽然他现在学会了圆滑 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但这并不能清洗他的罪孽 爱德华知道梅瑞喜欢狗 所以在料理过程中 专门将梅瑞的爱犬做成主菜 可不能浪费食物啊 梅瑞不愿吃自己的宠物 但受到逼迫也是没办法 等警方发觉上当时 梅瑞已经被食物活活噎死 另一边 小爱按照爱德华的要求 提前来到了约定地点 警方早已将此处层层包围 就等爱德华现身 代夫林刚想传达警方的计划 转身便遇到袭击 被流浪汉抓走 原来小爱和爱德华是一伙的 他从未原谅过那些巨评家 等代夫林恢复意识时 爱德华早已做好审判他的准备 之前的巨评家们都会在死前忏悔 承认自己当初针对了爱德华 但代夫林却和他们不一样 无论爱德华如何问责 流浪汉们如何施压 他都没有觉得两年前的自己 对爱德华的评判有误 爱德华就是演技不行还缺乏创新 没有自己的风格 不是平庸演员年纪大了 就能被称为老戏骨 爱德华听到这话恼笑成怒 希望你能收回当年的评判 不然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回到另一边 警长通过收买 从假爱德华的口中 得知了爱德华老巢的位置 劝了好久 爱德华也没能得到想要的夸赞 无奈之下 只能送代夫林到地狱里去忏悔 千军一发之际 剧院外突然响起警笛一声 爱德华自知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于是便放火点燃剧院 用生命来完成戏幕演出 小爱长期受到爱德华洗脑 思维早已陷入混乱 她本想和众人一起变成技艺品 结果某位女性流浪汉 同样因为精神错乱 失手将她打死 这下爱德华彻底慌了神 她早就想过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但唯独没有想过女儿 警方赶到剧院后 成功将代夫林从兽心椅上救下 而爱德华则抱着小爱 爬上了剧院屋顶 打算在屋顶上完成 李尔王的相关表演 向围观的群众以及警方证明 自己演技卓越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